这个是我们在PCC去淘的 8块8的一个白掌 我看看这个卖家会不会很年轻 会不会在路上冻死 老板用了点黑心棉 希望老板不黑心 我跟你说咱打个赌 我说这百分百冻坏了 多不多 看平台失败 告终 给大家看一下吧 有的话我不理解 为什么会8块8 其实您要知道 其实像我们要去拿货的话 这种红掌的话也就两三块钱 在花块力量比较大的话 也才两三块钱 加上包装什么的 8块8呢 它其实也算不了什么钱 只是一个走量 通量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吧 彻底冻成干菜了 你没有生还的可能性了 有的话说还能活吗 没有生还的可能性了 因为上面已经全部冻坏了 跟 如果说看根系的话呢 有一点点生还的几率 但是可能性不大了 建议就是别去 别去捣腾了 总而言之呢 一句话老花一开箱 平的第13期呢 一再一次翻车了啊 这个老板也很年轻啊 你有的话说老花一 你怎么不卖花 你家有那么多花 你看我如果卖给你这个样子 你不让我赔的话 你要多少 我卖你多少 行吗 好了 今天呢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在冬季购花的时候呢 稍微 把看一下自己的一个地方 哇 还有这个同行 哇 也跟你话 同行说一下 你冬天的时候 你就给花 我们培养培养感情 拉近拉近距离 明年春天你在卖呗 本来就是个度节期 啊 该说不说啊 咱们也要给这个打个分 没毛病啊 8块8 性价比非常高啊 包装也没毛病啊 毛病就在于老板太年轻 好吧 好了 如果说让我打分的话呢 你们看着打吧 在评论区里边打吧 啊 希望大家呢 天冷了 以后呢 都注意自己身体啊 别跟那个小白长 是在于动尼球了啊 想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另外呢 疫情反反复复 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防疫措施 年底了 多攒点钱 好吧 明天春天好买我的花呀 嘿嘿 我老花一 你老花最难一 白了啊 嗯 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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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老花一 好